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在昨天 歐洲議會以絕大多數的比數 通過了一項有關於香港問題的決議案 這項決議案當中提到 說要譴責大陸政府鎮壓香港的民主人士 呼籲當局釋放基於政治因素而被捕的人 並且呼籲歐盟要考慮制裁九名香港官員 包括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說之前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這條關於香港問題的決議案 比數相當懸殊 最後以597票贊成 17票反對通過了 贊成的比率高到97 在這條決議案裏面 就有一份建議歐盟制裁的名單 名單裏面有九名人士 包括剛才提到 行政長官林鄭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 警務處處長鄧炳強 前警務處處長盧偉聰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 港澳辦主任夏寶龍 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 和國安公署處長鄭顏巷 總共有九個人在裏面 為何會建議制裁這九名人士呢 歐洲議會的新聞稿提到 說他們涉及到侵害人權的議題 到底是要實施什麼制裁措施呢 歐洲議會敦促歐盟國家 應該要根據歐盟人權全球制裁制度 來施行制裁的 實情這個制裁制度 在去年的十二月才剛好在歐洲議會通過 這一項的機制是包括了什麼制裁措施呢 例如是旅遊限制 資產凍結 和禁止歐盟成員國和相關人士進行交易等等 這個首批制裁名單 預料就會在今年的第一季推出 現在還未開齋 歐洲議會建議歐盟來做這個制裁 歐洲議會等同歐盟的一個立法機關 所以理論上來說 歐洲議會的議員 應該能夠反映得到 他們所屬國家的民眾的真正民意 因為他們全部都是由民選產生的 當歐洲議會通過一些決議案之後 就會交到歐洲執行委員會 由歐委會來決定是否執行或者如何執行這些決議案 目前歐委會主席就是馮德萊恩 馮德萊恩和東德肥婆一樣 都是非常歡迎中歐投資協定的落實 那麼這個歐委會 其實大家可以當他是歐盟的事實上的一個內閣 所以這個歐委會的權力就很大 那麼至於歐委會的主席是怎樣產生出來的 其實就是通過歐洲議會的選舉產生的 那麼換言之 馮德萊恩他本人就不是通過直選產生 而是通過歐洲議會叫做間選產生出來的 那麼這個也是解釋得到 為什麼在歐洲議會那個階段 他們反映民意是可以這麼直接和這麼真實 反而去到歐委會那個階段的時候 就會變成失真 因為他根本上就不需要面對群眾 那麼至於這個歐委會 其實他對於歐洲議會那些決議案 就是一個最終決定權的 那麼所以到底歐委會他有什麼決定 我們就要拭目以待了 好了至於歐洲議會的那份決議當中 其實還提到有關這個中歐投資協定的 歐洲議會就認為歐盟在中歐投資協定的談判過程當中 就沒有出盡全力去維護香港高度自治 基本權利和自由 那麼他們就表示遺憾 那同時歐洲議會就斥責歐盟 為了急於達成中歐投資協定 而沒有對在香港、新疆和西藏等地 所發生的嚴重侵害人權行為 採取具體的行動 歐盟的做法是有選他 作為全球維護人權行動先鋒的信譽 那這份決議又揚言 歐洲議會是會仔細地審議中歐投資協定的 並且在表決的時候 盡可能會考慮到中國的人權狀況 那麼其實這個中歐投資協定 最快都要去到年尾的時候 才交由歐洲議會去表決 那麼現在歐洲議會就表態了 那麼到底到底他們會怎樣去考慮中國的人權狀況呢 說就很大聲了 那麼我們就唯有叫做孤妄聽知 我們就叫做聽著先 去到表決的時候 他們會不會又搬出另一套的藉口 搞到變成說一套做一套呢 那麼我們就唯有叫做放長雙眼來看了 年底就表決了 很快的 不過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歐洲議會或者歐盟 他根本上就不是要考慮到什麼中國人權狀況 因為中國人權狀況都擺在眼前的了 你有什麼好考慮呢 其實真真正正正要考慮的 就是到底美國能夠提供到什麼的好處給他 那麼他才來決定 他靠攏中國還是靠攏美國 現在拜登就叫做正式上了位 給他奪到權 他在上位之前 都曾經叫過東德肥婆 叫他不要搞中歐投資協定 不過肥婆就當他臭死 那時候你還沒上位 你有什麼牙力呢 何況他本人就沒有什麼政治魅力 別人不聽他怎樣都很正常 因為你本身的往績都是很親中 好了 那你現在上位以後 如果真真正正正是 好像拜登自己口中所說 說要所謂聯歐抗中的時候 其實他也要給歐盟出一些東西出來 你空口講白話 叫別人不要搞中歐投資協定 就叫做浪費什麼 別人肯定是不聽的 到底你給了什麼的好處出來拉攏他 這個我相信就是 歐盟真正要考慮的東西 你說什麼考慮中國人權狀況 這是一個紡紙 我不知道有什麼好考慮 中國人權狀況也是這樣 根據前外交部長唐家旋所說的 中國人權狀況是最好的 是不是才有什麼好考慮 根本大家都擺明知道是什麼事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 歐洲其實都在等美國方面的回應 因為你拜登剛剛才坐定 你很快點提供 你不提供 他應該是會向中國那邊靠攏 好了 接著又再說另一件事 在今早上我們就引述了南華早報和蘋果日報的消息 就說特區政府是打算收緊對於抵港機組人員的檢疫措施 在今天這個城衛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就證實了 本來獲得豁免檢疫的機組人員 將來在抵港之後也都需要去到指定酒店那處檢疫14天 但他就沒有透露新安排是什麼時候實施 那你什麼時候實施呢 是不是1月31日5加1的簽證開始申請的時候實施呢 那就不知道了 但是我們在今天也有提到的 就說這樣的措施對於國泰來說的影響最嚴重 因為國泰所請的那些機組人員 他大部分都是本地人 他一回來落地的時候 他就無可避免地要接受14天檢疫了 到其時國泰要請多少人才夠呢 成本要多高才夠呢 其實呢 某程度上就是會將國泰玩殘的 好了 我們也有提到一件事 就說 搞搞搞的時候 就變了會為大灣區航空明羅開道 啊 哇 終於今天真的有一宗新聞出來了 就說了 大灣區航空 就會向這個空運牌照局申請 經營104條的航線 那麼這104個航點是什麼地方來的呢 包括了有大陸 日本 韓國 台灣 以及東南亞等等 那麼這104個航點當中 最遠都是蒙古的 烏蘭巴托 或者是塞班 關島 這樣 那麼他就沒有一些所謂的跨州的 全部都是集中在這個東亞的這樣 那麼當然了 他申請104條的航線而已 我又不相信 他只是一開波 就有這麼多的飛機 或者有這麼多的資源去經營 不過他申請定的意思而已 但是呢 很明顯 喂 現在就大有這個 叫做取代國泰的勢頭是出來了 因為他們一下子 就申請這麼多的航線 那麼當然了 現在就是大包圍而已 到時候會去什麼航點呢 我相信就是熱門那些 是不是 北京啊 上海啊 東京啊 這個首爾這樣 現在全部都包含了 在他那個 申請的列表當中 那麼到時候呢 我相信 你這個航空業又有一番新的景象的了 那麼當然啦 同時呢 其實也是對於那個 所說的說法呢 就是有多少不公自破了 那麼當然呢 這個要在疫情之後 才見真章的 到底他是不是真的搞 還是到最後不搞 那麼如果是不搞的 他就不需要申請這麼多航線 所以搞的機會呢 應該就是極高的了 因為始終在大陸的眼中 國泰都不是親生仔嘛 他有相當的部分都還是叫做英資嘛 大灣區航空是不一樣的 全中資的 屬於自己有的公司 所以他申請這麼多航線的時候 沒有理由又說搞鎖港啊 是不是呢 說不通 鎖什麼呢 其實他的航空業又要發展 旅遊業又要發展 而且還有很多周邊的支援職位 那麼所以我自己就覺得 會不會是有邊境封鎖呢 我還沒去到這麼悲觀的 你看到現在的跡象都不像是 不過你說香港政府 會不會搞一些小動作 令到那些移民人士 增加了一些難題呢 那我相信就會的 你只是說那個 強積金的反環方面 就已經是了 又或者現在根本上 那些班機都不知道 開不開得整 國泰就說了 我相信英航和維珍也沒問題 會繼續飛到去倫敦 但是國泰 你現在強檢14天 你要多少機組人員才夠呢 那你只是少了一個航班 那你又少了一些機位 那我又不相信說走不了的 不過你買這個機票的時候 可能會又貴一些 物以罕為貴 你少了機位的時候 那你剩下那些可能會搶高了也不期 好啦這一次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